南橫公路美景吸引民众朝圣 但就在今天上午有民众目击到 在14.5公里处有落石掉落 民众拍下了画面提醒大家要注意 而公务团得知消息立后 立刻派出了人来前往 初步调查 一次是边波上源有小动物行精 再加上了这个天候干燥 边波风化才会有零星落石掉落 还好只花了5到10分钟就顺利清除 行精南橫前方有状况 碎石往下砸发出噼里啪啦声响 现场黄土漫天飞 沿着山壁往下泻就像另类沙石瀑布 这里是14.5公里处 不能贸然前进 工程人员开来机具挺进第一线 碰上星期六上山人潮多 大家通通路边暂停 上边波的顶园有一些小动物经过 另外因为最近天候比较干燥 边波的土壤力比较缺少摩擦力 事发在18号上午车友分享山区路况 网友看了有人说也曾遇过 公屋段对此回应太干水分不足 边波缺少摩擦力 风吹就容易掉落碎屑 加上小动物行精也是可能原因 空拍发现边波有风化情形 下星期将有改善工程 统计每到假日一天约有2000到2500台车上山 游客朝圣南横公路美景 公屋段密切监控路况 这回货报紧急抢修 不仅5到10分钟排除恢复通行 记者综合报导 当 我 津 的